新住民歌手音音及竹韻揚聲樂團 一連帶來好幾首精彩的樂器演奏及演唱 為國父紀念館51週年生日揭開熱鬧序幕 今年以我們在一起為主題的慶祝活動 不但邀請新住民團體表演 也邀請多位里長及貴賓出席一起慶祝 那我們面對新時代的變局 國父紀念館也用各種不同的面貌來為大家服務 那各位看到外面有工程 那我們裡面今年度的不管是展覽還是演出持續在進行 那我們也隨著時代的進步 透過科技的服務 還有人員的服務來提升我們自己服務的效能 揮別過去三年的疫情 今年以慎重謹慎的心情舉辦慶祝活動 儘管今年將面臨部分展昱整修 官方依舊持續推動藝文及文化展館的相關展演 並走出場館與藝文界學校合作結盟 讓藝術文化推展到各地 另外中山公園景觀改造後 重新命名為中山文化園區 希望讓園區與周邊居民有更多互動連結 明年度我們會面臨本館的整修 所以在展館跟表演廳提供方面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對外來開放 那但是我們園區的設施是重新整備完成的 所以我們會在園區裡面結合理名 結合光復國小還有相關的表演團體 我們會在園區提供不同面向的服務 知名聲樂家簡文秀現唱兩首歌曲 感謝國父經理館對文化推動的付出 接著還有巨大獸桃塔 由國父經理館全體志工一起獻上生日快樂歌 以最真摯的心祝福參加活動的所有貴賓 秉持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謙訊精神 也讓51週年管慶圍繞在熱鬧溫馨的氛圍中 記者陳明倫 採訪報導